等一下你了 叫什麼 正名 正名 他叫他去幫櫃子 你怎麼通知他了 我不知道通知他他自己來 來啦你找你了 我找你了 你對你去哪裡去就對了 我對你去哪裡去就對了 你找我 我在那裡有看到嗎 我沒看到你我不知道 你 我沒有看到你我不知道你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知道地址 然後我就跟他出去吃飯 然後吃完他吃飯 他帶我回來 然後我就繼續上班 然後晚上他們就 帶著三個男生跟 跟這個女子 來公司撬開我的門 說要帶我走 我不跟他們走他們要幫我燒工廠 然後我就上車了 然後到三重三個夜市 從物店裡面 然後搬進去 然後說我不簽本票他打我 然後我簽完本票他還繼續打 然後打到早上他們來放我回來 中間 中間他跟我說 反正就當我賭博賭出 簽這二十四張三萬的 然後跟一張五萬的 然後就好不可以報警 不然他說要跟白桃園的案子一樣 那我死了沒有 在網路的廣告詢問到了對方 到底是什麼樣子的一個 伸手大盆需要這樣對他 他們剛開始給我的說法 是因為說 得利派遣公司委託他們 因為他們欠工資 然後他又上了人家的女朋友 是這樣是這樣 但是這些事情完全是子虛烏有 就是編織了一段故事 然後進而希望讓自己的 這個犯罪行為合理化